我们把关注文章给他做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关注作者 我们需要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关注作者我们看长什么样子 我们在这里的列表呢 我们跟文章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是有一个头像 然后我们的作者名川 下面是我们的作者职业 后面呢会有一个发体数量和一个粉丝的数量 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布局 我们先给他实现一下 那回到我们的代码里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应该跟我们上面的结构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呢先给他放一个list list score 我们去给他添加一个滚动区域 添加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里去写我们的作者信息 那么在写我们作者信息之前 我们应该先去完成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让我们的左右切换呢 跟我们下面的sweeper给他关联到一起 那么关联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这里已经有了 我们上面导航栏的一个点击事件 那么想知道我们sweeper到哪一项 我们这里呢是不是要有一个create 那么create是啥呢 create其实就是我们的actualindex 这样的话当我们去点击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下面它要去进行到哪里 然后保存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点击作者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sweeper我们就已经切换过来了 点文章呢也能切换 那么当我们去切换sweeper的时候 我们上面的导航栏也要跟着去进行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要去给sweeper也去监听一个事件 我们叫change 因为我们的sweeper去切换的时候呢 它会触发change这个事件 所以我们要给它写一个事件 我们也叫change 然后我们去监听一下 我们就在这里监听 那如果它去触发之后 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参数 我们参数我们叫e event event里面 它会给我们返回想要的信息 我们打一个log 我们看一下e里面都会有什么内容 首先我们先清晰一下裤置台 我们去切换一下 给我们返回了很多信息 那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detail下面的create 这个选项 所以我们就 constcreate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e.detail 这样create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拿到我们当前切换的第几个sweeper 那我们试一下 我们切换 可以拿到1 我们切后来呢 它拿到0 那最终呢 我们把它复制给我们的actuindex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我们给它简化一下 我们就直接让z4.actuindex 等于它 这样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切换 那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报错 报错是因为我们这里打了一个timeU的内容 我们给它删掉 删掉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呢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去切换我们上面 我们上面也可以成功的去切换我们下面 然后回到阴面里面 我们怎么去布局呢 那布局的时候 我们也是把它跟上面一样 list card一样 我们去给它生命一个组件 我们在组件里面去写我们的布局样式 那我们就去新建一个组件 我们叫list-author 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同名目录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里 是不是要引用一下 list-author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点内容 关注 来看一下 刷新页面 这里呢 我们的组件就已经引用成功了 然后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把它切换成作者 我们要切换成第一项 我们进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作者这一项 然后我们去给它完成它的布局 那么布局呢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快速的把布局 我们去给它写一下 我们最外面 外面我们有一个list-author 我们把这小鞋杠我们给它去掉 然后里面我们再给它去包一层 这一层是什么呢 是我们头像 我们叫list-author-image 我们放一个图片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图片 图片我们现在随便找一张 我们去给它代替一下 Mode呢 我们让它短边填充 然后给我们的头像同级 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list-author-content 是我们具体的内容 在里面 在里面我们上面这部分 我们会有一个文字描述 或者说呢 就是我们的作者名字 那我们叫list-author-content-title 把我们叫灭号天 然后跟我们的title同一集啊 我们还会有一个内容 我们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描述 我们的职业之类的 那么叫list-author-content-des 那么这里面呢 又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我们作者的一个行业 然后后面呢 会有一个发帖和一个粉丝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行业 我们给取得写一下 list-author-content-i-刚刚 dist-label-前端工程师 那最后啊 就是我们的发帖跟粉丝两下了 我们是des-info 那这里呢 我们就写两个test的表情 一个叫发帖 111 那么第二个test呢 我们叫34 1234保存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 我们的内容呢 可以看到这边内容啊 已经全都出来了 但是没有任何的样式 所以我们把它的样式 我们去给它填充一下 那么填充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style里面 我们先去声明一个sus sus的话 我们先给我们最外层 最外层是什么呢 list-author- 先给它去来一点样式 首先我们要让它是有一个flex布局的 卡片内部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putting 把它的上下给它称开 左右我们是0 然后呢 有个margin margin我们是上下0 左右呢 我们给它一个10px 给它称开 最后我们给它一个border radius 我们上它5px的圆角 然后box cd 我们让它在里面去显示 最后我们再去给它加一个border button 1px 我们用f5f5f5 我们用这么一个设置 我们去搞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样式 我们这里已经大概出来了样式 但是里面的内容啊 据丑无比 所以我们现在先给我们的头像 我们把内容给它设置正确了 image image的话 首先我们先给它加个flagshark是0 我们不让它有一个挤压 同时呢 我们给它一个定死的宽和高 我们都是40px 然后让它overflow height 我们一处隐藏 把其余的部分给它隐藏一下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image 这个标签我们宽高 我们都给它设一个百分之百 这样的话啊 我们的头像基本上就正常了 我们的头像就已经正常了 然后把后面的内容呢 我们去给它弄正常了 那就是给我们的头像啊 image 同级的话是ListAuthers-Content 然后先让它DisplayFlex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Flex direction让它是Column 我们让它垂直排列 然后我们再让它左右呢 对齐 然后PuddingLeft 让它跟我们的头像 左边有一个是px的距离 然后宽度 我们就让它百分之百就可以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走 我们先不去看效果 我们是ListAuthers-Content-Title Title呢 我们给它一个定位 Relegative PuddingWrite 30px 然后FundSize FundSize我们给它14 14就可以了 Color呢 我们就净333 最后我们给它一个400 400的一个字体 我们直接给它来一个加粗的了 Blood LaneHeight 我们给它一个1.2倍的航距 然后下面是作者的其他信息 Dist DisplayFlex 然后呢 我们也是让它左右对齐 这是水平方向的左右对齐 上面呢 我们是垂直方向的左右对齐 那对齐之后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FundSize 我们用12px 让它四体小一点 小一点之后 我们就把里面的内容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Dist-Label 我们给它一个Color 666的颜色就行 最后呢 最后呢 是我们的List Ather Content Dist Info 那么我给它Color是 0999 然后LaneHeight 我们也给它个1.5倍 最后呢 我们把Test标签呢 我们找到第一个Test的标签 我们去给它加个样式 那样式呢 MarginWrite 是10px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结构呢 我们看这个Tetle是不是不大对 所以我们把Tetle 我们先去给它调一调 看是不是我们单词写错了 我们这里是 在看上面 这里写错了 C1 Tent 保存 我们现在再看呢 现在再看就正常了 然后我们两个标签中间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小间距 10ps的小间距的 但是这里也没有显示啊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我们这里也是有一个评写错误 那我们现在再看呢 我们颜色对了 但是还是有些不大对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我们这里应该是中线的 不应该是线滑线 那看到呢 现在我们的样式就对了 样式对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获取它的数据了